当你躺在病床上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再为自己哭,已经晚了 有很多人躺在病床上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会说,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好吗?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 我还没有好好孝顺我的父母 我还没有好好照顾我爱的那个人 我还没有好好教育我的孩子,等等,等等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朋友们,无论你的生活再忙,再累 你都要知道,身体是你革命的本钱 所以,一定要注意身体 爱家人,要从爱自己开始 好好地爱自己,才能有能力去爱别人 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给家人遮风挡雨 不管男人也好,女人也罢 首先,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再苦再累,为了家人 也要微笑着对自己说声,该休息了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是浮云 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 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 男人失去健康,媳妇会成为别人的信鸟 女人失去健康,老公会成为别人的老 老人失去健康,天伦之乐成为奢望 儿童失去健康,他的父母会痛断感肠 所以,人这一辈子没有了健康 一切都是白忙 同意双击666,欢迎分享 我是皮皮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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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